第四位老师,您能谈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吗? 老师打造,他们急于成长,然后又害怕失去的童年。 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,不久后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。 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,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。 因此,他们既不活在当下,也不活在未来。 他们活着,仿佛从来不会死亡。 临死前,又仿佛从未活过。 人们常说,这世界上最不可测的,变得最坏的就是人心。 可这个世界上最能坚持,最难以打败的也是人心。 当有个人向你哭诉,你要告诉他,成长就是一路哭,一路欣赏,一路希望。 有一天,大雄长大了,多拉贝梦,再也牵不到他的手了。 因为长大,我们失去了太多太多,回忆本来就是美好的。 只要你能让过去的都过去,我们要有最朴素的生活,与最遥远的梦想。 即使明日天寒地冻,路远马王,对生命而言,接纳才是最好的温柔。 不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,还是接纳一个人的,从此不见,我们不是一树树现了蓝年又开的花,不是草原上春风吹又生了野草,也不是更古不变永恒一律的日月星辰。 人类的生命,早暂如流星,四季更新一轮便少一岁,没有永远,也没有来生。 它仅此一次,还充满了意外,灾大与疾病,它如此脆弱,所以月血珍贵,值得我们拼尽全力好好的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